但是我的愿望也是只有一个 第二 除非你要像老师 你要学很多很多 你为了把老师的教授的资料 或智慧跟经验传递下去 而对于在家居士 请你写下来 今天第一个叫你鼓励 生命很短 你要专精修学 选两三个法门就好 不要到处跑 到处跑是对初学的人而说 举个例子 你跟海因古斯有缘 那你就好好跟海因古斯的师父 跟莲友好好学习佛法 你哪有时间跑啊 新加坡很大 东南西北 老师说我在出出杠奖金 有缘的莲友会来 其他呢 莲友也不一定会来 为什么 太远了 可是我告诉他 比去印度近吧 所以你要很清楚 你自己要什么 第二个 再做一个比喻 比如说我们吃饭 北方 像我的爸爸 是北方人 他很喜欢吃面食 可是你会发现 吃面吃久了 你也会腻 面食你会做什么 包子 锅贴 蒸饺 馒头 花卷 你看人也都喜欢变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全部变来变去 都是用什么 面粉做的 丁董师傅在讲什么吗 所以 希望各位加油 我明年以后呢 就会开始比较少来新加坡 因为我明年就开始 飞往德国弘法 后年呢 可能我要去加拿大跟美国 再后年呢 我要去巴西跟阿根廷了 所以我们在梦中见吧 因为全世界都有很多佛教徒 那我当然跟新加坡很有缘 所以希望你们珍惜 学习佛法不是像你讲的 我要把所有都要吃 所有要吃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圣人 法门 无量学 誓愿学 大菩萨 为了要正法住世 第二种呢 吃了以后呢 住念团就在旁边的 所以不要那么贪心 不是佛法不好 注意听 就像医生一样 医生为什么要懂很多药方 因为每一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 有寒 有热 有冷 有暖 所以他要对症下药 所以希望你学大乘佛法 你应该好好念 普贤行愿品 普贤行愿品是 金钟之王 所有的诸佛菩萨 都修普贤十大愿 乃至金刚秤里面 所有的拉玛仁波切 都修普贤十大愿 叫七支供养 这是我今天 真诚第一天的叮咛 听好 好话是很难听的 所以我只会讲一次 就可以了 请看幻灯片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来的人间 开无量的教法 那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 就有很多的大菩萨 龙树菩萨 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 来整理论点 才能把所有的经论 作为整理 现在不要说各位在家居士 连出家师父都很辛苦 也很忙 忙着要管理寺庙 利益众生 连出家师父呢 他也不一定能够 法门无量师院学 法门无量师院学 哪时候学呢 到了佛的净土以后 你的智慧就会很快 你就可以学得很好 当然你现在专精几个方法 比如说你喜欢观音法门的 你就好好修观音法门 你喜欢钥匙法门的 就好好修钥匙法门 你喜欢地藏法门的 就好好地藏法门 我再说一遍 我今年觉悟了 我不要做鸡妈妈的妈妈了 我跟我妈妈说 做鸡妈妈的妈妈是很累的 那她说 那你做鸡奶奶吧 我说不要 菩萨难做众生难度 我劝人只劝三次 三次以后我就保持微笑了 因为呢 修行是在你的身上 你自己决定 英文讲 It's on your hand 在所有菩萨的论点里面 龙树菩萨把所有的经论 整理出来 所以事实上 我讲这部论 我是非常欢喜的 我讲每一部经 我都很欢喜 因为龙树菩萨 把所有的大乘佛法 六卷都整理了 但是你要一读再读 二读三读 专精才是很重要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大会不但是很硬骨 是任何我讲经的道场 我都希望它录DVD 为什么呢 因为新加坡连有都是 有头有尾没中间的 当然你们都有中间了 我有看到了 师父也是从头到尾都讲 但是为什么 说明这个世界太忙了 太忙的话 我们就通过网站跟DVD 来帮助你学习佛法 而且希望你也谦卑一点 佛法不是听一次就容易懂的 请看龙树菩萨 印度式的龙树菩萨 它后面是龙 Narga 它是龙树菩萨 是传说文树菩萨的再来 到了西藏呢 Tankha就是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 它的智慧甚深的 非常广大无边 它是证悟的圣者 在经论里面讲 它起码是出地欢喜地菩萨 有些经论里面说 它是三地以上的菩萨 它呢可以自由的飞行 到十方的佛国土 见很多佛的 所以它的智慧非常的广 好 那现在请你记下来 今天第一个 人家若问你 你听了那么多 菩提资良论到底在修什么 如果我要考试的话 我就会考这一条 文树菩萨 龙树菩萨的菩提资良论 其实它就是讲三个菩萨的法门 请看 大智文树施力菩萨 大悲观音菩萨 以及大恨普贤王菩萨 这三个菩萨都很重要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中国山西省崇善市 其实我为什么一直讲呢 就是希望东南亚以后 建佛像大殿应该要这样建 因为它有经文根据 按照华严经 在台湾你也看不到 新加坡我不敢说 我去过很多道场 但是我新加坡也没有看到 人家是这么共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右边第一餐 千波文书 代表智慧第一 中间牵手观音 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家都很清楚 比如说有很多道场 都供大悲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第三个左边是 大恨普贤王菩萨 代表法界 所以换句话说 你修任何法门 都要这三个菩萨 所以龙书菩萨 菩萨菩提自良论 修什么 就是修这三个 三足鼎立 缺一不可 佛教不是只有修慈悲 慈悲先要有智慧 所以先看下面一章 复习一下 五台山大显通式的 千臂千波 慢书施力菩萨 这是东密的造型 第二 这是五台山戴罗顶的文书施力菩萨 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大乘的造型 但是你不要排斥东密跟藏密的造型 接下来 普陀山法语寺 毗卢观音 这是非常非常的庄严的 我调查一下 去过普陀山法语寺这个大殿的请举手 很庄严 老菩萨 我还没有去过 因为我的口袋证悟了空性了 各位先存钱吧 要存假期 对不对 你们都喜欢去雪梨 妙儿本度假 法国巴黎 你也应该发愿今生去佛教的 菩提家也跟四大名山 接下来再看 峨眉山万年寺普贤菩萨 过几天我会放 乐山大佛跟峨眉山的短片给各位看 所以大正佛法在中国这块国土是影响非常深的 至少影响一千五百多年到东南亚 好 这是刚才讲 显密圆容的书像文书 文书施力菩萨 不但我们中国人喜欢文书施力菩萨 但现在有个问题来 中国人并没有因为文书菩萨而单独成立一个宗派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一个宗派 任何一个寺庙 你都要学般若波罗蜜 那各位你跟文书菩萨有没有缘呢 有 事实上有 你念般若心经 还有念金刚经 还有念大制度论 还有念大般若经 文书菩萨就会互念你 尤其像儿童佛学班 会教他念三遍心经 虽然很短 但是文书菩萨一定会互念你 不但我们大乘修文书菩萨 先看藏传佛教 尤其黄教Gerubba 每天要背很多经论跟辩论 第一个音都会念 Ong Arapachana Di 因为你只有文书菩萨的加持 你才会通达一切的经论 否则你想想看 佛传这么多浩瀚无涯的经论 你不太容易在一生里面学习完毕 对不对 所以你需要学文书菩萨菩萨的法门 接下来 观音法门是对一般初学的人 大家知道新加坡福牙寺 大悲心的化身 我发愿成佛的时候 也像八大菩萨一样 文书菩萨观音地藏弥勒的 所有菩萨的功德 我都愿意具足 但是我觉得众生真的很苦 你看啊 生孩子也苦 对不对 跟家人吵架也苦 找不到工作也很苦 身上病痛也很多也很苦 那怎么办 拜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是很大的 对不对 十方诸国土 无叉不现身 很多人也是因为刚学佛的时候 念心经大悲咒 我补门品 你慢慢慢慢就会有一些感应 家里呢 很多慢慢的障碍就会消除 为什么 请写下来 今天下一个重点 佛教不管在家出家 你懂多少的经论 最后要实修 实实在在的实 修 修行的修 你就是好好的用功 念佛 念咒 诵经打坐 当然你不要跟师父去辩论 哎呀 心好了 哪里都是修 你没这么高的境界 不然我再说个笑话 你去阶浪绕一圈 看你是你度众生呢 还是众生把你度走了 所以学佛法 不要太狂妄 讲得很高 你做不到 佛法本身它浩瀚如海 就好像呢 我常常举例 台湾 大家知道有101 听说中国将来要建103 whatever 108也可以吧 你要总一层一层的修 一层一层的修是什么 你要一步一步的基础 所以实修很重要 那在这实修之间 第一个要先给你建议 写下来 要不要太忙 事情越少越好 因为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 你不用骗别人 你若很忙很乱的话 你就没有时间修 现在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来写Q&A 什么东西占掉你很多 零碎的时间 你写下来 回去自己想一想 明天奖金后几天 我会问你 我会问 什么东西让你 去掉了很多时间 有些人是坐公车 花了很多时间 有些人是没事 那就上Facebook Hello I love you Nice to meet you 每天都打这几句 那也不知道 全世界有没有人看到你 你每天就身在什么 虚幻的世界里 你为什么这么爱 喜欢Facebook呢 Facebook呢 玩太多了 对你了生死是没有用的 只是跟你讲真话 所以各位不要用Facebook 点心红丝 我不会点你的 我很少玩Facebook 我只有用Facebook 找到十几年前 我失去的朋友 欧洲 英国 马来西亚 跟澳洲朋友 我用Facebook 把它找到 这样就可以了吧 第三个什么 每天打动电动玩具 对不对 可是叫他打坐 他就睡着了 还有一种什么 看电视 看寡戏 对不对 看韩剧 看日剧 你怎么有这么多时间 看电视 可是你却跟师父讲 你没有时间念 普贤行愿品 所以事实上 是你自己不愿意去改变 了解吗 所以你要专精实修的话 第一个你要去掉 你很多零碎的时间 当然各位都是在家居士 你有工作 有些要念书 有些要上班 很好 你还是要做你的事 但是你要有菩提心 去帮助众生 就像你看 在座后面 所有的义工菩萨 对不对 他们也是下了班 免费来为各位服务 但是他们心中 充满了欢喜心 所以他们功德无量 所以虽然第一天 我们还是掌声 给他们一下鼓励 好不好 谢谢他们 对不对 好 请看下一张幻灯片 好 请看 我们简单的复习 因为讲座是第六次 有些人有没有听到前面 第一次是告诉你要 积聚资粮 有讲三种慈悲 还有菩萨的三种正音 大悲心 无恶慧跟菩提心 请看幻灯片 这是在以前的讲义 22页到26页 如果你说我要考试的话 我就会考这些 你连慈悲有三种 众生原词 法原词 跟无原词 如果这三个都答不出来的话 那你佛学班是不及格的 菩萨有三种正音 要有大悲心 无恶慧跟菩提心 菩提心很重要 第二次的讲座 是要讲六度波罗蜜 从布施波罗蜜 到般若波罗蜜 所以六度是所有任何国家 中国 日本 韩国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只要是大乘佛教的佛国主 都要修六度波罗蜜 所以六度很重要 各位希望你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在座有些人不错 可是希望禅定 跟般若波罗蜜要加油 因为你禅定不加油 你的般若波罗蜜不加油的话 你断气或是你得了癌症或生病 是很痛苦的 虽然这一年来 我没有来海英古寺讲佛法 但是我在新加坡也继续讲佛法 但是很不幸的 我们今生也有几位干部得了癌症 一个得了直肠癌 一个得了乳癌 第一个就来看我 师父怎么办 我第一句话问他 你怕死吗 他这样拿着茶杯赞 我当然怕 因为我还有老妈在 另外一个 师父 为什么我学佛到现在呢 观星音菩萨要这么快去接我走呢 我可不可以跟他打商量呢 你看 可见啊 很多人都说自己是佛教徒 但是呢 我们佛法伟大的地方 就是解决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是要平常很用功 很用功修行的 生老病死要解决啊 不是说初一到初 礼拜一到礼拜五呢 上班 然后去夜店 去蹦恰恰 蹦恰恰 礼拜六呢 来呢 拜个大悲餐 礼拜天上个佛学班 你这样就会去极乐净土的 没有那么容易的 不要说去极乐净土 要见没了菩萨 都不容易的 真正 要能够见佛 或能够呢 修到说 哎呀 生命我可以自己决定 这样笑着就离开啊 那是要非常非常非常用功的 所以希望新加坡的联友 这么多南传 北传 藏传的法师来弘法 各位 不是要只是听一听而已 要真的放在心里 我今天告诉你 实修 要专精 还有你要砍掉你很多 乱七八糟 干扰你事情的事情 好 这是第二次的讲座 第三次讲座 看 六度波罗蜜之外呢 还要有 善巧方便波罗蜜 愿波罗蜜 利波罗蜜 跟治波罗蜜 这是配合华严经的实地 接下来 第四次讲座 跟第五次讲座 请各位翻开 第一百零四页 我这一次把第三卷跟第四卷的科判连在一起 因为我知道有些联友是新的 你并没有听过前面 请看 一百零四页 第六行 甲四 四无量心 可见呢 上次四无量心 我就花了第四次全部讲完 不断南传佛教要修四无量心 大传佛教也修四无量心 金刚传佛教也修四无量心 但是 它的内容不一样 所以它修的方法也不同 接下来看 甲五 精进不退 第四个资粮 所以可见 菩萨道要很精进 你不精进的话 是不可能成佛的 接下来 再看幻灯片 第五次讲座是 甲五 精进不退 第四个资粮 第六个是 悲智结合的三摩地 在一百零四页 第二十二行 这个悲智结合的三摩地 就是你要修禅定 所以希望各位 你应该不管南传 北传 藏传的禅修班 应该去参加 你没有训练自己的心 是心容易很混乱的 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人心很忙 对不对 匆匆忙忙要出去的时候 门一关 哎呀糟糕了 我的手机在这房间了 哎呀我的手表在里面 我的钥匙没拿到 你看 你的心为什么会这么乱 可以告诉你 中国的高僧说过 心啊 生的时候啊 若是很混乱的话 死的时候也不会很安详的 可见你的心平常就很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心呢 就从上游游到中游 中游再游到下游 所以要告诉自己 慢慢来 不要急 尤其各位老菩萨 是不是下次看到你就会这样 慢慢来 不要急 知道吗 慢慢来 你才不会跌倒 很多老菩萨 那就是 哎呦好紧张 蹦起来 那就跌倒 业障现前吗 不 是你自己不小心 这不能什么都推给业障 所以 慢慢来 不要急 请你写在旁边 所以希望当你奖金完 也不要匆匆忙忙急着 新加坡11点半以前 都有MRT的 何况大会 可能还会有准备交通工具 慢慢来 不要急 对不对 所以 你要训练你的心 你在这边 你很欢喜 听听 可是一出门 你看 你的袭击又来了 那这样的话 学习佛法很可惜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一张幻灯片 这次讲座的重点 请看幻灯片 105页到106页 我今天想重点 甲七 原成善福方便 这是第六之良 甲八 在106页 善福福德妙用 第七之良 甲九 勤修三解脱门 是第八之良 请专心听 我这次六天 我会火车开得很快 飞机开得很快 所以请各位回去 先预习讲义 好 看 甲七 原成善福方便 福报是很重要的 我今天会解释 有些人就说 师父为什么我很苦 为什么他福报很大 我福报很少 同样我们来做义工 他福报很好 可是我福报很差 答案是因为你的心量不一样 有很多的原因 举一个例子 现在假如有一个听闻佛法的人 买了花来海印古寺 他知道佛法 所以他很虔诚的礼佛 也发愿 也观想 然后他供了一朵花 然后烧了一个香 他点了一盏灯 他就回去了 另外一个联友也进来 他什么都不知道 就说 嘿 有人在吗 没人理他 可能有师父招待他 他说我很急了 师父帮我做功德了 钱给你了 我就走了 他也拜了一下 就走 前面是A 后面是B 请问 你说这两个人功德一样吗 不一样 你们确定吗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前面的人 他心很宁静 他了解佛法 他透过观想 透过发愿 后面的人 当然也很难得 他来海英古寺 也那匆匆忙忙 可能也捐钱做了功德 也买了一朵花 就供了 然后就走 但因为他的心很乱 当然他还是有一点点福报 但是他福报比较少 所以你不要小看 同样来寺庙里礼佛 因为每个人的心念不同 所以果报不一样 就像刚才念普贤行愿品 有些人念很专心 甚至很熟 他会观想 有人念的时候 用听的 听没有什么功德 要念 从你心里嘴巴念 有人对普贤行愿品很熟 有人对普贤行愿品不熟 我在这下跟你打墓语念 师父也念 你跟我的功德是不一样的 可是很多人都不讲这个 可是我得告诉你 我是法师 我得讲真话 因为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的心不同 可是我们讲的很多都不是 而是讲外在的 我在这里 所以希望大家福报是很重要 没有福报你会很苦 没有福报你障碍很多 没有福报你想要帮助人 你也没有条件 所以你要是想佛百节修相好 千福修庄严 请看幻灯片 福报是很重要 福报它是有条件的 请看 假巴 善互相好福福德 善互福福德妙用 可是福报也会漏掉 所以要善家保护 那请看106页 第五行 什么东西让你的福报呢 跑掉呢 第一个 傲慢心 第二个 讲在家出家的过失 第三 放弃菩提心 第四个 毁谤大乘非佛说 这些都会让你的福报通通漏光 你不要认为自己修得很好 在菩提自良论里面讲 这四个方法会让你福报消失 而且损烧毁一切功德 我再讲一遍 一 傲慢心 所以你不要礼尽一切修行人 第二个 不可以说别人的过失 我听说新加坡很多灵友 也很喜欢讲三宝的过失 讲妙的过失 这些都不好 你好不容易才修了这么多功德 怎么乱乱讲呢 第三个 放弃菩提心 所以受了菩萨界行菩萨道 不可以舍弃菩提心 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个例子 第四个 不要动不动 就讲这个大乘非佛说 动不动就讲这个不是佛经 那你会堕地狱的 我们本来要修行嘛 希望成就很多的功德 可是在菩提自良论第四卷 龙树菩萨讲 这四个烦恼 会让你的福报消失 功德减损 最后你还会再六道受苦 虽然贤解有千佛 你还是会遇到佛 但是呢 你还是烦恼很多 接下来再看第九个 勤修 看幻灯片 勤修三解脱门 这就是要修空性的教法 而空性的教法呢 在前一阵子 Gelang 普济寺 我刚刚讲过 文书十大愿 那里面我也讲了一部分 这次我会讲大制度里面的 空 无相 无愿 三解脱门 所以空性的教法是很重要 但是空性的教法先要有福报 要有智慧 要忏除业障 空不是像你讲的 哎呀 嘴巴都是空的 那我打你一巴掌 看你会不会痛 还是会痛的 那表示你嘴巴讲空 心不太空啊 是不是呢 好 再看下面一张幻灯片 好 假四 科判总表 请看 幻灯片 好 在这个 成就无上的 善跟福德因缘 还有善巧方便 这是很重要 所以没有福报 你是不可能成佛的 没有福报 你是很难度众生的 好 这福报里面有分三个 请看幻灯片 那科判呢 在105页到106页详细的 我先讲重点 今天是第一天 第一个 要以无上菩提为目标 你想想看 我们今天是礼拜六 对不对 礼拜六 那你为什么不去逛街呢 你很欢喜心来学习佛法呢 那各位是有善根的 你目标是想成佛嘛 可是有些人成佛 都是喊在嘴巴上 有些人也会觉得 成佛对他来讲 很遥远 很遥远 其实我觉得他都是 没有深入佛法 假如深入佛法的话 你就知道 成佛并不难 但也不太容易 所以你要把握 无上菩提 是你生生世世 不放弃的目标 第二个 你要不退转 先证无声法人 无声法人 老实跟你说 我讲真话 在这个世界不太容易证 除非你要去见没了菩萨 你要到进佛国土以后 才容易证无声法人 但是你可以发这个愿 不要说各位 我讲我自己好了 免得我说你 你们会不高兴 比方说你像师父 很惭愧 我今年学佛25年 从在家我就学佛 我今年出家也起码了 22年到23年 我以前是小学老师 我这辈子可以跟人说 我单身 我也没有交过女朋友 我就出家了 那请问 假如我听闻佛法 当然我这些人也吃了很多苦 我听了佛法 对不对 我要发愿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对不对 那不要说过去是 讲今生 很惭愧的说 三宝加持 我去了全世界18个国家 我见过很多人 我也尽我的力量 去帮助过很多人 那因为呢 今生很辛苦 修了一些功德 那来生我可能做什么 做CEO吧 对不对 银行里面做CEO 搞不好我也转得很帅啊 很酷啊 对不对 搞不好我也长得 像电影明星一样呢 刘德华一样很庄严啊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假如我当CEO 跟刘德华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想出家了 为什么 因为呢 我当CEO的时候 我很有福报啊 师父呢 也不丑嘛 我也很庄严啊 我也有智慧啊 对不对 可是假如我不控制 自己心的烦恼啊 那糟糕了 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啊 所以男人不要有太多钱 男人有钱就会做怪的 女人也一样 女人太多钱 也会生烦恼的 好 现在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 假如我们心中没有佛法 来生我可能呢 又遇到了三宝 哎呀 很感动 又皈依了三宝 做了CEO 那我会不会去听经呢 可能不会了 我也太忙了 对 我会不会做功德呢 可能我还有善根 好啦 我就捐钱啊 Challestia 寺庙我就供养 然后我来的时候呢 可能就大摇大摆 师父我来了 擦个箱就走了 那你说我还会出家嘛 然后呢 因为我当CEO啊 对不对 那我前世这一生 讲入菩萨行论 跟所有讲经红法 乃至网路的功德 我的人缘一定很好 那人缘好就完了咧 帅哥美女也很多耶 那万一我自己的品德不好 那不就是吃人的豆腐了吗 所以听好 假如你不能控制自己的话 来一生 你不一定会是佛教徒的 那万一我又生到回教国家 我基督教国家 我一出生的时候 不是念 Om mani bay me hon 旁边跟我念 Hallelujah 那怎么办 我讲这个事告诉你真的 所以看幻灯片 不退转很重要 你要发愿 请你写下来 今天第四个还是第五个重点 发愿我生生世世都不要退到心 求佛加持我 我生生世世都遇到好的师父教我 我生生世世都要遇到三宝 不论我在家出家 我都要做全程的佛弟子 我生生世世都遇到在家出家 好的同参道友 佛菩萨请你加持我 假如我来生太帅 被帅哥美女酷哥辣妹的时候 希望你在梦中打我一下屁股 提醒我吧 这个佛菩萨就会救度你 甚至你常常发这个愿 甚至人家要害你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都会救你 因为你曾经发过去 菩提心的愿 了解吗 所以 普贤行愿品的上里面讲 对不对 对不对 里面讲 对不对 普贤行愿品 常得出家修境界 无垢 无破 无穿漏 普贤行愿品呢 也是发愿 生生世世要出家修行的 对不对 当然在家出家美的缘不同 现在师父讲的重点是 你的心要出家 心要有正法 心能够生生世世遇到好老师 好的同餐道友 好的还心 当然来生你可能还有福报 你甚至呢 作为文物百官 王公贵族 甚至你也会做活门的大护法 你也会遇到很多的好的老师 教你佛法 你也遇到很多的莲友 是真诚的莲友 而不是利用你或占你便宜的莲友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生生世世呢 都还会进步 可是假如你不花这个愿的话 那请问 假如师父的福报可以做CEO 请问你做什么O呢 你可能什么O都没有了 对不对 来生你还要买一栋政府组屋吗 来生你还要生很多娃娃吗 来生你还要呢 一个老婆换一个老婆 再换一个老婆吗 那不是很苦嘛 所以有时候要有智慧 了解吗 所以我今天讲 希望你要发愿 佛菩萨让我生生世世都不退到心 这是菩提之良论第四卷 要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再请看幻灯片 几三普皆回向 回向简单的讲 破除你的我值扩展你的心量 所以为什么我们大会每次奖金结束完 师父都要对你回向 因为一灯能破千年案 我现在就解释 你说福报 为什么人家福报很大 因为他的心量很大 你写下来 现在就写Q&A 你问你自己 你这辈子帮过多少人 你写下来 请你出身 你帮助过多少人 你有没有算过 我们从世俗地角度来讲 先不要讲圣意地 可能有些人 年轻的时候 阿公阿婆很照顾他 Auntie Uncle很照顾他 他就很感恩 他就帮助过很多人 有些人呢 小时候家里很苦 对不对 好朋友提拔他 公司的老板帮助他 他将来就帮助很多人 来我现在就讲个故事给你听 真的 台湾有一个女生 她曾经写了这个故事 而且在网络上公布 她做副总裁 她是单身 大概35岁 她做的位置非常非常的高 薪水人家是三倍到五倍 她很聪明 很有才华 有一天在人家访问她说 这位年轻的小姐 对不对 你这么友善跟有福报 你还帮助很多的宗教 听说你也是佛教徒 你赚了这么多钱 听说你单身 你有没有什么心得 要跟我们分享 她说有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在她十几年前的时候 她很苦 连三餐都吃不饱 可是她的主管 就鼓励她去学英文 学computer project 学电脑怎么用 那她很认真的学 别人下班了还在学 她就从基层 一直做一直做 十年她都日以继夜的工作 有一天她到乡下去看她爸爸 她很孝顺她爸爸 乡下看她爸爸 结果她就因为爸爸生病 她很孝顺 她要提钱 就你们讲ATM提款 对不对 结果她就坐火车到乡下去 乡下呢 然后已经很晚了 大概五六点吧 她也累了 工作十几年从来没停过 她就ATM提款 一提台币三万块 三万块的话 现在你们大概是一千五百新币 我到一千六百新币 就一次都全部提出来了 可是提的那一餐 她忘了拿钱 就回家了 就回到家的时候呢 那她爸爸就很感动啊 哎呀女儿好久会来 那爸爸又生病啊 女儿看到你啊 对不对 她看到爸爸 当时很感动 她说爸爸我来看你了 我带了很多钱来了 一摸哎呀糟糕了 钱不见了 她想糟糕了 我到底是不见了 还是丢了呢 那时候大概八九点了 乡下九点多就很晚了 睡觉 结果她说爸爸等一下 我一定要找她 又一直跑 一直跑一直跑 用跑的咯 那时候没有车 跑到ATM提款的地方 看到一个呢 老农夫 对不对 刚好呢 做工回过 进在那边 就拿着一大钱 小姐 这是不是你的钱啊 她当场放声大哭 她说阿伯 真的谢谢你 你怎么没有把钱拿走呢 她说我拿着这边 这么多的钱 我从来没看过 这么多 那我也想 一定是这个人掉了 很可怜啊 对不对 我在这边站了半个小时 你终于回来 小姐还给你吧 她很难相信 她说阿伯 真的你在这边 站了半个小时 她说是啊 我想呢 你这个不晓得 谁掉的吗 乡下一个月的薪水啊 那是很多 对不对 那那个小姐 非常非常的感动 然后她从此 对空发了一个愿 愿我今生 每一分每一秒钟 我又听到 我看到 我能帮助别的人 不管她是谁 任何宗教的人 或者只要是我听到的人 我一定都救她 她当时对空发了这个愿 后来当然 她买了一个礼物 要送给阿公 阿公说不用啦 不用啦 我不是要你的 担务啊 就是礼物啊 对不对 那我请问一下 来师傅考验一下 现在你说ATM 看到1500新币的人 你会自己拿回家的 请举手啊 你会送到警察局的 请举手 好 你会站在那边 等半个小时的 请举手 不太容易啊 好 这就告诉你什么 心量不一样 福报就是从这里修的 现在假如我们捡到1500新币 一定 嗯 没有人啊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送我的 我这个月刚好 签100500新币了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1500新币 那个人是他要去救 他爸爸的医药费啊 了解吗 心就是从这里训练的 大悲观音法门 也是从这里修的 你要想到 可能1500新币 对各位啊 可能各位都圆圆的 你的薪水可能 四五千新币的啦 比较多的 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 现在问题是 你能够强常想到 一切众生吗 这个不容易 所以后来这位副总裁 就公开的说了他 他说我小的时候很苦 我碰过很多人帮过我 鼓励过我 我很高兴 那我又接触到佛法 最后我发愿 我这一生 只要每一分 每一秒钟 不管是工作 或是慈善事业 我听到的任何一个机会 我都会去救度全天下的人 这就是他 很大有福报 那这位女的这个副总裁呢 后来啊 有一次他们去出差 那大家知道 现在出差呢 我们讲business trip 都吃得很好 住得很好 可是啊 他并没有住饭店 他吃得很简单 大概三星级 或十四星级的饭店 他吃呢 还是路边摊 对不对 二十块或三十块 吃得饱就好了嘛 评委就说 你赚很多钱啊 他说钱并不代表什么 钱呢 死的时候都带不走 钱是福报 钱能够帮助别人 有意义 这才叫有智慧 好 接下来看幻灯片 所以普接回向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你能不能念念 想到别人 这个是很重要 那一般的联友 请问 你想到几个人 最多可能家里十个人而已 所以你的心量 只有十个人 好 那你做公司的老板 假如你的员工 有两三百人 很好 你是一个很好的老板 对每个员工都很照顾 现在经济不景气 对不对 听说很多老板都很不好 为什么呢 都在下班 五点到六点 说 sorry 那你又不能不开会 我不知道在座 有没有这样的老板 希望不要这样 因为下了班 大家都很累 现在台湾也是这样 很多老板呢 都是要走之前 in the last minute 三十分钟说 sorry tonight have a meeting nobody can go 那你走了呢 就被炒鱿鱼了 所以其实现在做员工 压力很大 为什么 因为你怕 假如我今天不参加会议呢 那老板明天就不喜欢我 后天呢 我可能就炒鱿鱼了 所以注意听 注意听 当老板 不要得理不饶人 当老板 常常要体谅你的员工 这就是你的菩萨行 对不对 还有甚至我也公开说 在新加坡有很多用 印度尼西亚跟马来西亚的用人 你要把他当家人 不要欺负他 不要压榨人家 注意听 假如你压榨人家 来生你做用人的时候 你就会被老板欺负 因为你都中恶因嘛 还有有些呢 很有钱 但是动不动呢 还就对用人发脾气 那我告诉你 那你的病痛也会很多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 你做一个老板 只想到 多少人呢 最多一两百人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 请翻开 一百零七页 继续讲 我还没有讲完 继续讲 请看幻灯片 所以 什么叫普接回向 第一个你写 新量要扩大 就算你做一个总统 举个例子 我们台湾的总统 最多是照顾两千三百万人 而且他也不能让 每一个人都开心啊 两千三百万人里面呢 有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种族啊 对不对 各位身在有福报的新加坡 新加坡在很好的文武百官 统理之下 有的人很高兴 但是有的人也很不高兴的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讲我们的国家好了 不管是什么人做总统 你看 那他呢 也只能照顾两千三百万 他也不能让每一个人 都满意跟高兴 对不对 那换来了总统呢 有蓝党跟绿党呢 还有很多的纠纷 师傅这里不会讲政治 我要讲的是 你的心量到底想多少的人 你的能力 到底照顾多少的人 这里是普接回向的意思 好 那你就算当美国的总统 欧巴马 对不对 欧巴马在这么多州 也有人支持他 也有人不支持他 那假如你现在当了美国 日本的首相怎么办呢 现在突然呢 大地震海啸来了 对不对 那你要承担很多的责任呢 所以普接回向的意思是说 你写下来 当你的心量有多大 你的能力就有照顾人 多大的时候呢 你的功德就有多大 我再讲一遍 你的心量有多大 想到多少人 你的能力有照顾多少人 你的功德就会有多大 那在十方佛国土里面呢 十方诸佛菩萨的功德力都很大 有两尊菩萨的功德是最大最大的 其实很多菩萨的功德都很大 第一尊是什么 大悲观世音菩萨 十方诸国土 无叉不现身 所以很多人都会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很多人呢 你看司马路观音庙 全部都是靠观世音菩萨吃饭的 不是吗 对不对 你看观世音菩萨功德力那么大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名字里面有没有听过啊 很少吧 这个地球听好有六十亿人 有十亿的人 听过释迦摩尼的名号 我再讲一遍 六十亿的人 有十亿的人口 听过有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那表示还有五十亿的人 没有听到释迦摩尼佛的名号 可见释迦如来 在这个娑婆世界 生生世世 各位读法华经 他累积的功德很大 有十亿的人口 见过释迦摩尼佛的照片 见过释迦摩尼佛的雕像 听过释迦摩尼佛的名号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在这个世界里面 谁是全世界一百个的明星风云人物呢 我想有几位吧 西藏的法王 达赖老妈 还有尊贵的干妈吧 对不对 干妈吧也是全球很有名的 每一个人都听得到 对不对 很惭愧 我只有新加坡人知道我是谁 我昨天出去办事的时候 就被三位连友认出来了 所以下次我出门 应该戴一个mask吧 没有 跟新加坡的有缘 可是我到其他国家 别人不一定认识我 那请问 有多少人知道你呢 各位 表示我们的心量不一样 功德力不一样 还有另外一个菩萨是 不管有佛的世界 跟没有佛的世界 你都会啊 他都会救度你 他不一定献佛教徒生 也会献非佛教生 就 以普门品来讲 因以和生得度者 既献而生而未说法 谁呢 地藏王菩萨 所以这两位菩萨的大悲愿心 是很大的 所以希望各位 你起码要供 释迦摩尼佛 地藏菩萨 跟观音菩萨的佛像 因为你供他 你就会生起功德 慢慢慢慢你也修 修到你的福德因缘 大的时候 你像大悲观世音菩萨一样 十方的佛国土啊 都赞叹观世音菩萨 来自我可以告诉你 弥勒菩萨将来成佛 他会赞叹很多菩萨 第一个会赞叹的就是 大悲观世音菩萨 所以 弥勒菩萨也会亲自讲 法华经 普门品 我会赞叹观世音菩萨 所以普界回向 我再讲一遍 常常要想 你的心念想到多少人 不要只想到你家里四五个人 你煮饭也是这四五个人吃而已 你看庙里面煮饭 对不对 给很多很多的信徒吃啊 你看 所以庙里的师父 觉得圆就很广 功德力就很大 那有一天 你慢慢慢慢修 修了变成小部落的国王 再变成 将来一个小国家的国王 再来变成一个大的国家的国王 最后变成地球的转轮圣王 你就可以救度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这是要你多深多解修的 所以 请看幻灯片把它背起来 无上菩提为目标 几二 无身法忍为根本 几三 普皆回向为方法 好 请看下面 今天是第一天 我讲慢一点 但是我还有很多要说 请各位翻开 一百一十九页到一百二十页 今天的功课 希望你六天里 把这篇文章给读完 看一百一十九页 这是我出家 二十多年一天 八月四号 对不起 八月四号是我生日 我不是叫你送我生日礼物 你不要误会 有些脸有啊 常常多一根筋 不是 师父是真正在我生日 那一天 我花了很多时间写 在生命中的每一刻 做出更有智慧的抉择 Making the more wise choice at every moment in your pleasant life 我们现代人都不太会选择 佛法浩瀚如海 我们刚才说禅定很重要 禅定的目的是什么 训练你的心 心会影响你的决定 我们常常很多华友 比如说 哎哟 我很害怕 是什么 因为你的心很苦 你控制不了自己的心 其实心是决定你的 请看下面 在菩萨实践菩萨道时 我们应该不断地学习 特别是当我们站在 生命的十字路口时 如何做一个更好 跟更有智慧的抉择 举一个例子 今天是礼拜六 你是确定来海因古寺呢 还是到其他的寺庙呢 你今天是来听经呢 还是去圣陶沙逛街呢 其实你决定都在你的念头 可是我们不察觉 对不对 有时候呢 哎呀 我要去 哎呀 我今天不太舒服 算了嘛 反正星红是会录DVD 下次再说吧 随缘吧 有些灵友就是这样 对不对 有人想 哎呀 这么多的法会去哪里呢 向右转呢 向左转呢 所以有一部电影叫 向右转 向右转 向左转 对不对 其实我们顺着自己的习惯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 其实心念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对不起 对不起 师兄 请你不要那么快换 你不要一直换 师父还没有讲完 大家都知道新红师是谁 听声音没有关系 看字我还没有讲完 请你不要换好吗 谢谢你配合 所以你生命当中 必须要做一个好选择 其实每一个念头 就是你的决定 我们的念头 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 其实我们每一天 都是靠你的念头去决定 修行就是训练你的念头 不管你修什么法 我刚才说 你修观音法也好 地藏法也好 钥匙法也好 闺蜜三宝都好 都在训练你的念头 但是我们都是 看别人的念头 不看自己的念头 所以你不容易开悟 了解吗 所以希望大家看 一百一十九页 我很用心的 一个一个字打字 然后标题上呢 还为了考虑 年轻的小朋友 Young Generation 师父有讲英文 请看一百二十页 What will impact your present choices 什么东西影响你的念头 一般人是什么 你的朋友 所以学佛最难超越的是 要选择好朋友 有勇气远离二友 你不来听经者 一听经 Hi oh Nice to see you Long time no see Do you have a time Tonight we go to Somewhere You know Have a fun Go night club Do you want to go 你的心就开始在摇动了 我刚才讲英文的意思说 你遇到你好朋友 多年没见 突然打个电话来 你今天刚好来听经 想要去听经 他就不跟你讲 我们今天晚上去逛逛吧 老地方见 会很开心的 我们去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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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你看 其实你的心 有一半也想去的 有一半你说 不要 我还是讲听经 后来想 哎呀 随缘吧 随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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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 你就来了 你也可能不来 知道吗 真的是很多东西 在影响你的念头 第二个 身体不舒服 也会影响你的念头 对不对 本来想来 哎呀糟糕 今天发烧了 哎呀 对不对 所以我在台湾上课的时候 我发烧一样来上课的 我上完课完 我病就好了 你的心的力量要很大 假如你真的决定 我今天要去参加一个法会 在你选择以后 你就不要后悔 所以人要学习会选择 那你还没有选择之前 可以多请教老师 或请教朋友 选择是很难的 所以希望看119页到126页 请你全部看三遍 这个讲义送给你 希望呢 明天你讲金的时候带来 希望你听 这篇文章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会讲 这是这次给你们的作业 Homework 上次呢 我让看一下幻灯片 上一次 在2009年6月的时候 给各位看 大臣禅观的核心转念 那篇文章也很精彩 我是真的很认真的 因为法是很珍贵 这一次请你看这篇文章 我不会讲 但是你看完哪一段有问题 你可以提出问题 交问题来 我会回答你 假如你的问题是很personal的 那你可以单独来问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转发 订阅